大家好 豆腐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别总是红烧和炖着吃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很有特色的做法 外焦理论鲜香入味 老少皆宜 下酒又下饭 饭店要卖28一份 自己在家做 成本不到8块钱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加长 几分钟你就能够学会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一块豆腐 这个一定要用老豆腐做 吃起来口感和味道都特别好 接着来改刀 先切成大块 再切成片 这个稍微要厚一点 不要太薄 大概和两个筷子头的厚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用油煎的方式 全部切好后 装入盆中 再来准备清尖椒一个清洗干净 去掉地不要 再从中间片开 把里边的辣椒籽也去除干净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儿 少许的红辣椒 也是切成块儿 放入这两样 主要是增加清香的辣味 又搭配颜色 喜欢吃更辣一点的 可以切上一些杭椒或者是小米辣 再来准备小料 大葱少许切成葱花 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 切好后装入盆中 大蒜三颗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这个是出锅的时候再放入 所以尽量剁细一点 这样更容易出蒜的香味 剁细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调个关键的酱汁 小盆中先放入 5勺左右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 大概是30克左右 一勺的蚝油增加鲜味 少许的食盐 半勺的鸡精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再放入一小勺的白糖 和小半勺的十三香增加香味 一勺的土豆淀粉 和少许的香油 最后倒入一勺的清水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化开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搅拌了 而且味道还特别的均匀 全部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一定要先烧至发白冒烟 再放入一勺的植物油 先把锅润透 润透后盛出热油 再放入少许的菜籽油 锅底撒入少许的食盐 这样在煎豆腐的时候 就不会粘锅了 接着把切好的豆腐 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在全部下完后 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再放入锅底 让其瘦的均匀 用勺子把锅中间的油 舀在锅的两边 一面煎至大概一分钟左右 煎出多余的水分和香味 再翻面煎另一面 家庭操作最好是用筷子慢慢翻 切记不要像这样直接翻锅 翻面后再继续保持中火 煎至一分钟左右 把豆腐两面一定要煎至微黄 稍微发印出香味 这样再次炒制的时候 很容易吸附料汁的味道 吃起来就是外香里嫩 像这样先盛出来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 加入切好的姜葱炒出香味 再倒入切好的青红椒块 炒出清香的味道 炒至稍微断生后 倒入煎香的豆腐 继续翻炒几下 接着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锅前一定得搅动下 像这样转圈的倒入锅中 先静止五六秒钟左右 让淀粉浮化 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把酱汁烧至粘稠 最后放入剁好的蒜末 再次翻炒个三四五六下 炒出香味 炒至汁干亮油的状态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像这样炒出的豆腐 吃起来又香又入味 喜欢吃豆腐的朋友 这个做法你一定要收藏起来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鲜嫩入味 老少介意的交流豆腐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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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